想要养胃,最重要的是要保护我们的胃粘膜,胃粘膜是胃部内壁的一层很薄的粘膜组织,如同一堵天然屏障,保护着我们的胃壁,胃粘膜一旦受损,就会得胃炎,胃溃疡等胃病,甚至会增加胃癌的风险。 有些人偏听了一些养生传言,强迫自己养成了一些好习惯,自以为是在养胃,殊不知,这些好习惯却可能是胃的致命杀手,甚至会成为胃癌的帮凶。 一,你认为的养胃好习惯其实很伤胃,一,喝粥养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经默认,只要不舒服,喝点粥就好,但粥真的这么万能吗? 关于粥,小康门尔以前采访了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干部科的副主任中医师伍文斌,他提醒道,粥通常是用米面等煮成的流质食物,里面的蛋白含量很低,几乎没有脂肪,消化起来比较快。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确实能够给脾胃减轻负担,但这并不是说粥里的营养能够滋养胃,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喝粥,为反酸人群喝粥,相当于是雪上加霜。 还有,喝粥时会出现血糖忽高忽低的波动变化,所以一般不建议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喝粥。 伍医生介绍道,最后,伍医生强调,从胃的功能上讲,如果胃本身是健康的,长期总是吃特别好消化的粥,软饭,或者是磨得精细的面粉,煮得软烂的面条, 为消化食物的能力会退化。 变差,偶尔喝一点粥是可以的,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适合长期喝粥。 二,红茶养胃,关于喝茶,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绿茶伤胃,红茶养胃,有些人甚至认为胃不好的人应该多喝红茶,这样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茶叶中的茶多酚,对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尤其在空腹的情况下,刺激性更强。 红茶属于全发酵茶,所以相对于不发酵的绿茶来说,对胃的刺激性要小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红茶有养胃的功能,所以红茶养胃的说法并不严谨。 另外,胃不好的人适合喝红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因为对于胃酸过多的人,红茶中的咖啡因不利于控制胃酸,反而可能会造成身体不适。 三,饼干养胃。 市面上有很多自称养胃的饼干,有的还添加了喉头菇作为配料,说这样就有养胃功能。 事实如何呢? 喉头菇确实有养胃功效,但饼干需要经过高温烤制。 而喉头菇在这个高温脱水变性的干质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营养物质,活性成分首当其冲。 所以,养胃饼干中的养胃有效成分含量多少? 可想而知,苏打饼干因其添加了碱性苏打粉,碱性成分可以中和胃酸,又经过了发酵工艺比较好消化,常被推荐给胃病患者。 但是,虽然苏打饼干一般不加糖或少加糖,它们含有的油脂含量不一定低,从10%至30%不等。 并不那么健康,作为家餐吃一点无妨,吃多了反而是负担,并没有养胃作用。 四,少食多餐。 如果你的胃功能本身不太好,为了保证营养而选择少食多餐, 那确实对胃来说是友好的,因为一次性进食太多,会加重消化系统负担。 而少食多餐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并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来养胃。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食物一进入胃里,就会促使胃蠕动和胃酸分泌增加。 这本身对胃黏膜也是种刺激,如果少吃多餐,就意味着胃酸会多次分泌。 你说,这到底是养胃还是损胃呢? 5.牛奶养胃。 传统观念认为,牛奶可以稀释胃酸,在胃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但研究表明,牛奶促进胃酸的作用,比其中和胃酸的效果更强。 所以,进行抗酸治疗的胃溃痒等疾病患者不适宜长期喝牛奶,否则会影响疗效。 胃病急性期的患者也不建议喝牛奶,以免造成胃胀等不适。 睡前喝牛奶养胃的说法也是不太对。 胃不好的人,最好睡前不要进食,这样会刺激胃酸和胆汁的分泌。 特别是对反流性食管炎患者更是大忌。 说到这,小康曼儿还是要提一句,很多人在养胃的观念上有个通病, 认为治不如痒,胃不舒服了,宁愿在家里养胃治本,也不愿意去医院。 认为胃病是个小问题,扛一扛也就过去了,甚至觉得去了医院,会把胃。 治坏,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种心理,小病托成大病,早期托成晚期。 二,胃炎到恶性肿瘤只有四步,阻止恶化。 你需要做到,从最开始的胃炎发展成为胃恶性肿瘤,只需要四步。 慢性前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形增生,胃恶性肿瘤,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阻止恶化四步曲呢? 生活习惯要注意,未有五怕虚警惕,一怕快,食物咀嚼不细,会对消化道产生较强的机械刺激,很容易损伤消化道粘膜,产生慢性炎症,还会造成微动力下降。 所以要细嚼慢炎,建议早餐时间在二十分钟左右,中晚餐在三十分钟左右。 二,怕饱,长期饮食过量,会时长。 胃等消化系统实时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造成其功能失调,所以生活作息要规律,一日三餐按时进餐,避免暴饮暴食。 三,怕烫,切记饮食不宜过热,非常热的食物容易使粘膜细胞发生病变。 四,怕气,不良情绪会影响植物神经系统功能,直接导致胃肠分泌过多的胃酸和胃蛋白酶,使胃粘膜保护层受损。 所以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 五,怕菌,临床认为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乃至胃癌,都可能与幽门罗杆菌感染有关。 关于幽门罗杆菌,小康曼以前采访四川省医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刘小岗教授时, 他提醒道,幽门罗杆菌是会传染的。 在中国家庭,吃饭多是共餐制,这种情况下,好几双筷子在一道菜里加来加去, 其中只要有一人携带病菌,就有可能让其他人感染上幽门罗杆菌。 小康曼建议,用餐时尽量使用公筷,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避免粪口传播, 而且幽门罗杆菌有个弱点,不耐热,有高温消毒功能的碗柜就可以把它杀死, 或者洗碗时放在锅里用开水煮一会儿也行。 三,会挑食的人,胃都比较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平常所说的挑食, 而是脾胃不好的人群避开某些禁忌,主动挑食,掌握下面这些挑食小技巧, 减少对胃的伤害,更好地保护它吧。 一,少吃易胀气的豆类,容易胃胀气的人,要少吃或不吃黄豆、黑豆、绿豆等食材, 因为它们比较难消化,而且容易产气。 二,避开太肥的肉类,脂肪含量高的肥肉会刺激消化到收缩, 可能减慢胃排空,加重便秘,加速肠胃蠕动,导致腹血加重, 胃的脾性是洗脏恶寒,因此胃不好的人可以多吃些温养暖胃的肉类, 如牛羊肉。 三,少吃苦味蔬菜,酸性水果。 胃不好的人,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暖胃的蔬菜, 如南瓜、胡萝卜、甘蓝等。 而苦瓜、蜗菊、苦菊等苦味蔬菜大多性寒, 脾胃虚寒的人应少吃,最好别生吃蔬菜。 一些酸性水果,如柠檬、羊梅、山楂、葡萄等, 容易引起慢性胃炎的人泛酸。 对胃溃疡患者也会造成一定的刺激, 因此尽量少吃或不吃。 此外,脾胃虚弱的人最好不吃性寒的梨、柚子等。 四,不喝寒凉的饮品。 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喝性寒凉的饮品, 如苦丁茶,否则会加重脾胃虚寒的症状。 合理膳食要求食用充足的水果蔬菜。 对胃而言,多吃新鲜蔬果也有很多好处。 多个研究表明, 摄入水果和蔬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胃癌。 最后,小康们儿想跟大家说的是, 单纯地想靠吃一些食物, 让胃重新变得健康,可就太难了。 你无论怎么吃, 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胃变成铜墙铁壁, 百毒不侵。 所以,要想养好胃,就少折腾它。